金華城案現在還在偵查階段 不過綠營議員就揭露了 就在廉政登陸的相關資料當中 只有官傳局長王秋冬 他乖乖登陸 在今年一月份 曾經收受是維新集團贈送的茶葉禮盒 其他局處不是說沒有 就是沒資料 那麼對此議員質疑了 是不是大家的標準不一 有的登陸有的沒說 那麼其中這麼看產發局 說配合偵查不公開的 無法提供登陸資料的講法 更惹來議員質疑了 是不是有欲蓋迷彰之寫 文者的時代 這些局處首長 他們會沒有收受嗎 金華城弊案延燒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林延鳳在揭露 台北市各局處針對有沒有收受過 微經集團年節禮盒 只有官傳局長王秋冬 在今年一月二十六號做廉政登陸 收了市價九百元的茶葉禮盒 林延鳳質疑其他局處呢 都是直接回覆說 沒有收或者是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那沒有資料不代表說 他當時是沒有收這件事情 他只是沒有登陸 而當中吊詭的是 唯獨產發局的回覆公文寫著 配合偵查不公開原則 本案不便予以提供 廉政倫理事件登陸資料 如果只是單純 微經集團的茶葉 怎麼會和金華城案有關 人家就會懷疑 他是不是有涉案 這反而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實際上有時候你就講清楚 如果真的沒有聯繫的話 我相信大家也不會懷疑的清白 應該要市府的政風處來查 查看這件事情 尤其先前才有週刊爆料 2021年時任台北市長的柯文哲 曾經下條字給產發局 說處理金華城容積獎勵 怎麼做都行快就好 如今只是個禮盒 產發局也不直接回應 有或沒有更起人一鬥 案件仍然在調查中 微經集團顯然到今年都還在送禮 而北市府各局處幾乎沒有按程序登陸 也讓人對北市府的連鎮打上問號 記者五成軍藍慶發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